孤单的稻草人 稻草人阿草站在稻田里 孤单单的每天望着一大片稻田 好希望有个朋友陪我聊聊天 麻雀飞来 阿草好高兴 左摇右晃的喊他们打招呼 早安啊 麻雀 快走啊 麻雀都吓得四处飞逃 阿草低下头 失望的身影 看起来好可怜哦 忽然一只蜻蜓急急忙忙地飞来 一面大叫 啊啊啊 救命啊 大鸟要去我 快 快停在我的肩上 我来赶走它 阿草舞动着双臂 鸟儿吓得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啊啊啊啊啊 别担心 大鸟已经飞走了 啊 谢谢你 有一天 刮大风 下大雨 一只蝴蝶全身淋湿 快飞不动了 阿草看到了说 别担心 快到我的帽子下躲雨吧 谢谢你 你真好 救命啊 阿草东看西看 没看到任何影子 诶 是谁在叫啊 这时 稻丛里跳出了一只小青蛙 急得呱呱地叫 有蛇 要吃我 快点 躲到我的枯管里吧 蛇来了 它吐吐舌头 找不到小青蛙就溜走了 小青蛙 蛇已经跑掉了 你可以放心咯 唉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不要客气了 我 可以尝尝来找你聊天吗 真的吗 太好了 阿草热心众人的事 在田野里传开了 蜻蜓 蝴蝶和小青蛙 只要一有空 就会来找阿草聊天 告诉他各地新奇有趣的事 现在 阿草终于不再孤单了 阿草真的好善良哦 所以他才能交到朋友阿 亲亲亲姐姐 稻草人是稻草做的吗 对阿 是稻草做的 那 稻草又是什么阿 稻草啊 哼哼 哼哼哼 哼哼 阿哟 亲亲姐姐 你就别卖官子咯 好啦好啦 我们马上就到自然放大镜 自然放大镜 如果有机会到乡下走走 可能会发现 在田里好像有个人站在那儿 一动也不动的 这时可要仔细看哦 因为很有可能 它就是稻草人 诶 为什么要做稻草人呢 那是为了怕鸟 来吃稻田里的稻谷啊 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 农人就用稻草做成假人 下走那些想来吃稻谷的鸟儿 清清姐姐 稻草是什么啊 稻草就是稻子收割后 去掉稻谷所剩下的稻杆 由于稻草是以前农村很重要的燃料 所以稻子收割后 农人先把脱下骨粒的稻杆绑成一树一树的稻草树立在稻田上晒太阳 这个过程叫做总草 啊 我知道 我在田里看过 那一树一树立着的稻草树 排满整个稻田 好像排队的士兵哦 真的很像耶 等那些稻草全部干燥以后 农人会把干稻草运回住家附近 堆叠成草胚 草胚 诶 什么是草胚啊 草胚的外形很像草屋 也像倒过来的陀螺 下面是圆筒状 上面则像斗粒尖尖的顶部 草胚的大小则以稻草的数量来决定 一般草胚圆筒形的部分约有一层楼高 那草胚是怎么堆出来的呢 首先在要堆草胚的位置中心 树立一个木头 大竹竿或水泥柱做支柱 再围绕着支柱 把一树一树的稻草堆叠成圆筒状 等堆到了草胚顶部 才再叠成尖尖的形状 稻草除了做成稻草人 还有什么用处吗 稻草除了做稻草人之外 以前有人拿稻草荡燃料 用来编草斜川 编成草绳 盖草屋 还可以制成纸浆做纸张 而在泥土和蔬果间铺上一层稻草 可以阻隔多余的水分 以免蔬果腐烂 青青姐姐 其实我知道稻草 还有一个很好的用处耶 哦 什么用处呢 稻草也可以玩游戏呀 可以把稻草堆成堡垒 一起玩炮弓堡垒的游戏 也可以在草坯或稻草树之间 玩捉迷藏 玩累了就躺在软绵绵的 稻草堆上休息 还有哦 稻草也可以做贴画 编成可爱的玩偶呢 哇 青青姐姐 你赶快带我去稻田啦 我要去玩稻草 好 我们等一下就出发 耶 人家在结束 一票 我可以啊 我先讲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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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